台北市长脚丸与文化内容测进院董事长蔡佳俊 共同签署合作一项书后 推动文创产业升级计划正式启动 脚丸表示 台北市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发展机会 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加速几乎占全台三分之一 超过两万家 营业额更逼近全台营业额的六成达六千亿元规模 期盼借由与文策院的合作 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加成效果 为产业提供更多资源与机会 我们是全台湾各县市拥有最多的文化资产 而且我们有深厚文化集运 也有我敢保证最丰沛相关文化 或是文创领域的团队以及人才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接下来 我们透过这样的合作计划 可以带给更多文创团队 以及这些企业更丰沛的资源 还有资金 以及带来更多的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未来台北市包括我们目前已经在 给予辅导补助的这些优秀团队 或文创人才 未来他们如果需要持续的成长 扩大规模 文策院这边可以也给予下一步的协助 包括引进很多民间的投资 各方资源 就是希望让我们优秀 杰出的文创团队被各界看到 讲完更宣布 今年就是台北市文化永续元年 希望协助好的文创团队 成为台北市政治台湾 在国际舞台上最耀眼的一颗心 今天为宣示 是我们台北市文创永续元年 我们文创永续元年 从今天的重要签署合作印象书里程碑开始 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接下来 我们可以再次集一堂 好好的为我们优秀的文创团队 帮他们一把 让他们成为台北市 甚至台湾在国际舞台上耀眼的一颗心 文策院董事长蔡家俊强调 这一次与台北市政府的合作范围非常广泛 期盼从投资行销到人才培育等 联收整合资源为产业提供更多机会 日前才带队参加釜山影展的蔡家俊 也透露已经与许多大型国际娱乐公司洽谈 预计明年还会有很多电影戏剧到台北拍片 那更实质的意义是我们跟很多韩国当地的一些大型的娱乐集团 电视台电影公司都有谈了一些合作的 那应该明年开始会有一些大型的一些韩国电影 或是美国电影 大概都会陆续来台湾这边跟我们合作 接受我们这边的投资 也可能我们也热情邀请他们来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拍摄这样 大概从明年开始就会陆续看到这些合作 台北市文化局长蔡思平这四个字概括 这一次与文策院的合作模式就是先补后头 由台北市政府先辅导补助相关文创业者 再由文策院扮演加速器角色 选择由永续发展潜力的厂商进行投资 我们在那地方政府的台北市 我们先辅导补助 最后呢让文策院在这里面挑出 他们觉得可以做永续投资的厂商 来做投资 所以一个先补一个后头的概念 就衔接了我们整个的活动的最基本的精神 台北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113年度文创永续培育计划 从其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 征求潜力提案 只要在台北市立案 对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永续发展 有意愿投入的文创团队都可以进行申请 期盼通过专业的辅导及投资机制 结合民间企业力量 为文创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孕育永续发展的环境 文化未来 共创台北 正式启动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导